- 登登!我是安生 這個影片來說說Apple Studio Display 差不多使用了三個月的真實心得 也會根據搭配MacBook系列筆電 或是桌機Mac Studio或Mac mini 來給予一些搭配的建議或是經驗分享 很多人懷疑到底值不值得花這個45,900新台幣 買一個解析度5K螢幕更新率60Hz的螢幕 先給一個粗略的結論 蘋果的Studio Display完全符合我的需求 而且我一點都不覺得這個螢幕貴 先補充一下購買這個螢幕之前 我所用的機器還有購買動機 再更換成新的M1 Pro、MacBook Pro還有Mac Studio之前 我用的電腦是包山包海一體成型的iMac 5K 因此我原本選擇螢幕的出發點 最基本的需求就是取代iMac 5K 那塊看了將近10年的美麗顯示器 而在入手Studio Display之前 因為當時還沒有發表這個螢幕 我因為剪片的需求實在不能沒有大螢幕 曾經入手過BenQ的PD2725U 想說當作iMac 27吋的替代方案 這個BenQ的螢幕 我有單獨拍過詳細的開箱、測試還有心得 如果看完這個影片 你也想了解一下其他類似規格的選擇 也可以再點過去看看 那我們就先從最基本的開箱開始說起 開箱之前先來宣傳一個好消息 在我經營販售iPhone以及其他蘋果周邊的電商蘋果倉庫 最近開賣了一款固態硬碟 由萊德集團台灣製造 如果你的Mac剛好硬碟快爆炸 又需要一個讀寫夠快的SSD 那一定要來看看這個燒個大碗的產品 1TB3000有找 2TB也只要5380 而且也可以用來擴充PS4、PS5或是XBOX主機 詳情在下方 輸入折扣代碼還可以免運再打折喔 蘋果的開箱體驗 從來沒有讓我失望過 包裝前後也就是產品本身的前後 側邊也就是側邊 和新的M1 iMac一樣 整個包裝都是採用紙直 就連上方的提把看起來像繩子之類的 但其實也是紙做的 我去101的Apple Store爆回來的時候 Apple Genius還有特別叮嚀說 不要單純只拉這個提把 最好還是用爆的比較安全 打開之後 就連裡面固定產品的緩存物也都是紙直的 跟著箭頭往左右推開 就能把螢幕爆出來了 這個機關動起來非常舒爽 在沒有iMac的將近半年之後 終於擁有了我朝思暮想的替代品 螢幕爆起來之後 最重要的就是這條Thunderbolt 4 也就是和M1 iMac或是HomePod系列一樣 編織材質的線材 質感沒有話講 長度為1公尺 比我前面用的BenQ PD2725U 負的長了30公分 除此之外就是簡易的說明書 以及蘋果貼紙 這個是我比較意外的東西 因為照理說蘋果給不給貼紙的基準 應該是產品本身能不能獨立運作 像是Apple Watch或AirPods 這種一定要搭配iPhone使用的產品 就不會有貼紙 但是這個螢幕本身 不裝上其他裝置的話 應該也不能幹嘛才對吧 不過黑色的蘋果貼紙很帥就是了 螢幕背面的一坨是電源線 一般使用是無法拔下的 但是我看了國外的拆解影片 使用特殊工具或是毛起來拔 是可以拔出來的 不過我並不建議這樣做 這條電源線也是編織的材質 然後撕開 怎麼還有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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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傻眼 我想要 我到底有沒有抽到 好白的螢幕 再撕開 就是螢幕本體啦 抱起來比iMac 5K輕了不少 查了一下iMac是8.92公斤 這個螢幕是5.5公斤 畢竟少掉了主機嘛 不過想說幾乎長一樣 可以直接沿用iMac 5K的桌面電膏架 結果 有個印 欸真的欸好醜喔 喔喔 不過被BenQ惡整了一段時間之後 還是那年我終於買到這個螢幕的喜悅 就是這個感覺 嗚呼呼呼呼 好爽喔 回來啦 就是這樣 好美喔 真的在想欸 接下來說說外觀以及設計 大部分的電腦螢幕 無論是背蓋還是螢幕 都是塑膠做的 雖然厚度是可以比較薄 但是我一直認為有一種 容易壞掉而且又廉價的感覺 加上我真的曖昧 看太久了 實在很難回得去塑膠 這也是我後來受不了 不得不把BenQ那個螢幕 從我的電腦桌上移除的一個大原因 但或許也不是其他電子產品太醜 而是過去十多年 我實在太習慣蘋果愛用的鋁合金材質 以及他們在業界 實在只能說是標杆等級的工藝 四邊相同寬度的黑邊 CNC一體成型的機身 質感沒話講 這塊螢幕出現在我的工作桌之後 也終於統一了手邊蘋果電子產品的設計語言 從2010年左右的圓弧平滑的設計 統一和現在的iPhone iPad MacBook系列 Mac mini和Mac Studio 這種邊角比較銳利 表面又都是很平的設計 而整個螢幕沒有半顆實體按鈕 完全依靠接上裝置的感應自動開關 超爽的 螢幕正上方只有用來散熱的小孔 整齊又做工精細的排列 讓我想到古時候Mac Pro的散熱孔 這個才是Mac Pro 或是這個 或是這個 請不要再把MacBook Pro剪成Mac Pro 也不要再把MacBook Air剪成Mac Air 你可以剪成MBA 都比Mac Air精準 使用期間我是從來沒有感覺到螢幕會熱 即使伸手去摸也都還好 以及下方是喇叭 這個喇叭出乎我意料的好 待會會再提到 背面是巨大的蘋果Logo 比iMac的大了不少 以及Sounderboard 4的接口 提供高達96瓦的充電效率 可以幫14吋的MacBook Pro快速充電 這個也是我到現在 還沒有把MacBook Pro的充電器 拿出盒子的大原因 M1 Pro實在太猛了 在外面用一整天回來 至少也還有個30%左右 回來接上螢幕之後又馬上充滿了 Sounderboard的隔壁 是3個每秒10GB的USB-C 不過看到這邊也就知道有點可惜了 由於只有一個Sounderboard 所以這個螢幕無法做到 Daisy Chain的橘輪鏈的功能 也就是如果要接第二塊這個螢幕的話 那就只能直接接在電腦的本體上面 無法一條線串起兩個螢幕 正面的玻璃看起來就像iMac 5K一樣 清晰、舒服、通透 之前我有去Apple Store 實際看過Nano Texture玻璃的版本 但我實在覺得看習慣的預設這種通透感 不太能接受Nano Texture 而且有自己的使用經驗 只要工作桌的位置、燈光和窗戶安排好 幾乎沒有遇過因為反光而感到困擾的情況 再來說說會考慮這個螢幕的人們最關心的色彩 畢竟這個螢幕的定位 也就是給偏專業的使用者嘛 如果你也像我一樣是看習慣iMac 5K 那這個螢幕其實就和iMac 5K一樣 27吋、5K解析度 像素密度218ppi 這個數據也和Pro Display XDR相同 最大的差異只是從iMac 5K的500nit亮度 提升到了600nit 呃...差不多就講完了 不過我還是來補充幾個官方沒有提到的數據 畢竟官方網站上面提供的不太詳細 根據其他Pixel網站所測出來的數據 DCI P3的覆蓋範圍是98.2 SRGB為99.9 厲害的是Delta E只有1.13 官方沒提到的還有HDR 雖然並不像M1的iPad Pro 2021 MacBook Pro 或是比較新的iPhone 亮度有高達1000nit或者是以上 可以完全支援HDR 但是打開YouTube 只要是具有HDR的影片 都是可以開啟HDR的 Netflix有支援的影片也都會顯示支援Dolby Vision 應該是因為Studio Display亮度有達到600nit 已經符合Visa DisplayHDR600的標準 只是並沒有上述其他蘋果自家產品的1000nit標準 所以官方網站沒有特別標示出來 拿來和2021的MacBook Pro螢幕比較的話 其實不仔細看 乍看差異算是非常小的 但是當然黑色的畫面以及高光的部分仔細看還是會有差 對於要剪輯HDR的使用者來說或許會有點那麼不夠 但日常拿來看HDR影片的話 我認為這個小小的差異是可以忽略不計的 總之以我的需求 也就是要修照片剪片 以及簡單的影片調色 偶爾看看Netflix或是YouTube上的影片 是完全符合我的需求的 但還是要強調一下 跟專業的調色從業者比起來 我絕對不算是真正的專業 我只會用我的眼睛或許比80%的普通人 要求更高一點 這樣來形容自己的程度而已 上面這些其實都很容易 和其他螢幕直接用規格數據來進行比較 接著說說只有蘋果生態圈裡面能充分應用的視訊鏡頭 以及出乎我意料厲害的麥克風和喇叭 螢幕正面的上方是1200萬像素 122度的超廣角鏡頭 而且整個Apple Studio Display 是有A13晶片驅動的 就像塞了一台iPhone 11 Pro在這個螢幕裡面一樣 不知道是不是這個原因所以有附蘋果貼紙 所以這顆鏡頭還具有人像G中的功能 使用Facetime或是Zoom 會自動把你保持在畫面中間 這裡還藏了麥克風 根據官方網站的描述 是錄音室等級3麥克風陣列 這裡順便來測試一下麥克風的錄音品質 都是直接在我的電腦桌前面進行測試的 旁邊還有開著冷氣和電扇 首先是iPhone 12 Pro 然後是我平常拍影片時擺在桌上用的Shure MV5 再來是Studio Display的麥克風 我自己的感覺是Shure MV5比Studio Display好 而iPhone 12 Pro墊底 不過這樣比當然是不公平 畢竟這個麥克風也是花了4290元買來的 以一般視訊通話來說的話 Studio Display的麥克風我覺得算是非常夠用的 喇叭是我最意外覺得好的部分 支援杜比全景聲 或是播放影片時支援空間音訊 原本我覺得螢幕內建的喇叭應該就是當作沒有 沒想到這個喇叭直接讓我把原本 接在iMac上面的Bose Companion 2 Series 2賣掉了 在這個看起來並不算太厚的機身內場的喇叭居然可以這麼好 雖然喇叭是向下的方向 但是擴散做得很好 真的能聽出後方或是天空聲道 而且不是單純做到而已 是聽起來還真的很舒服 音量看到最大也不會有不適感 低音稍微弱了那麼一點 但內建喇叭的程度足以讓我賣掉Bose的外接喇叭 算是我覺得非常意外的價值 如果是考慮工作、娛樂都會在電腦桌前面的話 那我認為這個螢幕的表現算是非常出色的 再來分別說說搭配桌機Mac Studio 以及筆電MacBook Pro的體驗 如果平常搭配的是Mac Studio或是Mac Mini 那得到的體驗其實就和iMac是完全相同的 當然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不像iMac那樣一體成型 把所有的東西全部都塞在螢幕背後了 桌面需要多空出一個空間來放Mac Mini或是Mac Studio 而搭配MacBook系列的話 我在BenQ PD2725U的影片有測試過 即使BenQ這款螢幕說是有針對Mac進行最佳化 但偶爾就是會出現接上螢幕之後爬帶爬帶 可能螢幕只會幫主機充電 並沒有把畫面穿到螢幕上面 偶爾需要重新插拔Thunderbolt才會恢復正常 而且休眠和喚醒的時候 偶爾也會遇到慢好幾拍 甚至一樣需要重新插拔的問題 雖然不會到根本無法使用 但是偶爾遇到這種小毛病就讓人感覺很差 這幾個月使用下來 搭配MacBook系列是真正可以隨差即用 平常我如果帶筆電出門回到工作室之後 就這樣把MacBook Pro藏在螢幕立架的下方 搭配觸控板和鍵盤 只要插上一條Thunderbolt 其實體驗上就跟搭配Mac Studio或是之前的iMac 用起來幾乎相同 關於相同價錢的Mac Studio 還有14吋的MacBook Pro 到底應該選哪一台? 效能方面有沒有差? 這個之後我會拍影片來實際測試 總之只要是搭配蘋果自家的主機 那我可以跟你保證 無論是之前蘋果自己有在賣的 LG Ultra 5 5K 27吋顯示器 還是我前面拍過詳細開箱測試的BankQ PD2725U 體驗上Studio Display絕對都是壓著他們大的 我常說蘋果最強的 並不是單一產品的規格數據有多厲害 而是兇惡的蘋果生態權使用體驗 這點也在這個螢幕上再次得到了最佳驗證 蘋果這個Studio Display 定位就是非常明確的偏向專業使用者 但絕對不是最頂端的2% 3% 擁有最頂級需求的那群人 畢竟這個族群的話 也已經有Pro Display SDR了嘛 在專業定位的iMac產品線消失之後 比較偏向初階 給任何在日常會使用電腦的普通使用者的最佳選擇 是M1的iMac 一個一體成型一次到位好看又夠強大的桌上型電腦 而高階的iMac就被拆成了Mac Studio以及Studio Display 而且根據我使用iMac 5K的經驗來說 我覺得這是一個更好的做法 因為我的上一台iMac 5K 從2014年底用到今年2022年初 其實都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雖然說和新機器比起來確實是慢 但即使是要做最吃重的影片剪輯工作 被Final Cut Pro的Proxy所賜 即使要剪接4K、8K的影片也不太需要跑不動 偏偏我那台iMac 5K的獨立顯示卡壞了 然後這個顯示卡還是焊死在主機板的 螢幕的硬體或是其他部分都是能完全正常運作的 卻因為一個死掉顯示卡只能整塊主機板換掉 好好的螢幕又不能拿來外接 完全就是廢在那裡 現在這樣Tyson Studio Display和Mac Studio 對於使用者的角度而言是可以更靈活運用的 像是我目前的使用情境就是一台Mac Studio 偶爾搭配MacBook Pro 也都是一接上來就能直接開工 即使在未來的幾年遇到主機死亡了 或是需要往上升級了 那這塊螢幕也是獨立在這邊好好的 不會像iMac一樣主機板死掉 螢幕也就跟著廢了 這個假辯我認為站在使用者的立場是比較好一點的 總結一下 以市場規格最接近 蘋果之前也有在販售的LG Ultra Fine 5K 定價36,900來比較的話 這個額外付出的9,000塊 等於是買了親爸爸打造的鋁合金材質 簡單到不行的設計 鏡面通透的玻璃 亮度更高 顏色一樣準 喔對 因為裡面的面板其實是同一塊 都是LM270 QQ2 補充一下 iMac 5K的是LG LM270 QQE 所以真的幾乎就是同一塊的小升級版 還有麥克風及鏡頭足以用來品嘗視訊使用 而且也是深入整合到作業系統裡面 還有聲音輸出更剩我幾年前所購買的外接喇叭 別忘了還有無懈可擊的蘋果生態權體驗 這個才是我真正認為其他廠商規格再強也都做不到的一點 還有如果是學生老師 或者是你朋友是學生老師 那還可以用教育價入手43,000塊的價格 等於智利LG那款多了差不多6,000台幣左右而已 像像我上面提到的那些額外的東西 這6,000塊我覺得實在太值了 不過還是要提醒兩點 第一點是以上的結論 都是以平常使用蘋果自家電腦來搭配 也就是說這個螢幕真的是為了現有的蘋果專業使用者打造的 我有研究過無論使用Windows PC 還是想接Xbox PS5等等遊戲主機 那真的別找自己麻煩了 我會建議看看我上一個拍的BenQ PD2725U 有著更多不同的連接部 而且也能方便在跨平台之間切換 蘋果這款就是簡單到連按鍵都沒有 因為也不需要 搭配這家電腦用起來就是存在感極低 完全不干擾你做任何的正事 第二是因為我已經非常明確的知道自己的需求 只是要取代iMac而已 所以包含高度角度 擺放位置等等都已經完全準備好了 真的就是擺上來線一插就開工 基本款的可調整斜度的支架就是我要的 要考慮升降或是Visa支架的話 雖然可以購買之後才整組拆光光 然後再看看淘寶有沒有賣改裝套件 但是我看完國外的拆解影片之後 連我這個經手過幾百台iPhone的人 都覺得還是不要輕易嘗試比較好 因此強烈建議一定要先想好 是否需要高度升降或是Visa支架 關於影片裡面出現的M1 Max Max Studio 以及M1 Pro的MacBook Pro怎麼選? 好難唸 下一個影片會來詳細比較還有分享心得 關於我為什麼會補上18000的價差 從BenQ的PD2725U 怒刷Studio Display 可以去看看我的上一個影片 我是安生 下一個影片見